一个叙述 就是如果合并完 合并完之后也把它打开 所以打开就这一行 那打开完之后的话 下面还要执行什么 删除除了o.tst以外的 这个其他的档案 也就是说我希望能够怎么样 做完了这些东西 按一个delete键 它就全部删掉 其实如果你会呼叫dose 也可以以前dose也可以这样写 delete然后你刚才讲delete 哪一个档案也可以 如果你不会写python的 os的方法 remote方法 你可以用dose写 只是说你前面都要os.system 然后这样跑 可不可以 也可以 可是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 那怎么写呢 其实最简单的写法应该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看一下 诶 错了 路径的问题 这个 这个路径 我看一下路径 这边 小R有没有 这边 这个应该不能加小 因为这边有串 所以这边记得 加这个反斜线 这比较麻烦一点 ok好 有没有他会跟你讲说 他这个路径看不懂 ok 他再执行一下 好 这样就合并完成 看一下 打开来目录 东西 重新整理 不错 还是目录的关系 还是目录 目录的位置 他后面要串什么 串一个 党名加副党名 所以呢 如果你假设没有加这个反斜线的话 跟目录有没有 那他就是什么 跟目录串在一起 那他就找不到 他就 不过Python很奇妙 他找不到 他不会有错误讯息 他就跳过了 ok 不是像以前 其他语言 找不到 他会跟你讲说 这边有bug 他会停住 这样的话 理论应该就ok了 执行 无法执行 没有 因为这个档案正在开启 他没办法把它领入 所以除了 所以我的写法大概这样 就是一样用那个 os.work 先check一下里面的所有档案 然后把它的所有档案 一个一个把它抓到这边来 然后判断说如果不是 不等于 不等于all的话呢 就帮我把它remove掉 理论上的话 这样应该就ok了 那再来的话可能 这个 这个找不到 这个后面的路径 应该也是 把他save 理论上 这我再看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来 试一下 那我们先下 除了说 那个是 all.tst以外的 全部都把它删掉 所以这边的话呢 那怎么 程式的话大概就这几行 来看一下 把他 第一个的话 就用os.work 去跟他 给他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的话就是全省邮局地址 然后一个一个帮我找出来 意思是说帮我把 这里面的目录 当然合并完之后 假设已经有个o 把这里面呢 一个一个目录名称全部都抓出来 然后比对一下 所以for先抓到哪里 抓到files里面 然后呢 在这个files里面呢 用for each的方式 把这个里面的每一个 每一个 帮我抓到f里面 他是第一个 然后呢 底下有个逻辑判断 如果f 他里面的自串 假如 特别是 因为丢过来一定是个自串 因为党名加护党名 如果不是o的话 才移除 那移除的话 就是把它的路径串切 那个的 有没有 所以这个 第一个h是抓到o 所以就跳过 没有 第二个h三重 就把它删掉 其他就删掉 所以基本上我是写了 总共我有四行 那我们来run一下 再来的话 我程式里面又多改了一个地方 什么呢 就是在这里面的话 我多把那个write出去的东西 多加一个换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将来要分割 那我想说 如果说我要再把它分割回来的话 一定要有一些地方 是跟 有没有 别的地方不一样 不然我怎么知道说分割点在哪里 最简单的方法 就干脆 那个档案跟档案之间就是两个换行 其他有没有 行跟行换行 一个换行 档案跟档案之间就两个换行 那我如果将来要分割的话 那我就根据什么 两个换行 一个 丢一个档 一个 丢一个档 所以 后面的话 如果要做档案分割的话 可能你要学会如何在pathon里面做find find 就寻找 寻找什么 寻找两个换行 然后呢他find一定会find find到第一个 从开头到第一个 把他怎么样 范围的字串抓出来 吹一个档 再让他往下找 找下一个两个换行 再把他跟上一个的范围抓出来 再吹一个档 一直可以推 有没有 那这样地方的话 等下再看 所以我们直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假如说我这个已经写完了 然后run一下看一下 那现在 这个是里面二十五个档 OK 要把它执行 执行做 这个时候的话合并完成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里面 看到的结果呢 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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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看一下 应该是这一支 刚刚runOK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 就是除了O以外 其他的档案都消失了 那打开来之后的话 因为我刚刚讲过 在档案跟档案中间 会多了两个 有没有 这一个 一个换行 两个换行 把它当成将来要分割的 分割的地方 OK 那分割的地方 大概就是抓什么 抓两个换行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我那个档名要怎么取 而且档名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算一下 我可能要算那个数字 我记得好像算到这边 好像第十五个 还是第十六个吧 就是这两个字 也就是这个范围里面 我要抓这两个字 帮我把它当档名 把它什么 存档 所以用find 找到那个 两个换行的位置 并且呢 把这个找到的字串里面 大概第十五个字 跟第十六个字 拿来当档名 所以你会发现好像也OK 有没有 好像位置都一样 好像第十五十六个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 这个地方分割出去 那分割 因为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里面会用到 就是find find的方法 字串里面有个find方法 那个find方法 用的方式 其实跟其他语言蛮像的 像那个VBA里面 不过VBA里面不叫find 它叫instry 其他语言也类似有 同样类似的方法 那我把它分割出去 给各位 其实城市没有几行 大概 如果你要分割的话 其实 就大概十行城市左右而已 分割给各位看 比如说我今天 现在已经变all了 我要再分割的话 就找它里面 两个换行的地方 然后并且抓到大概第15个 跟第16、17 也就是它的位置 把它记下来 然后把它存成.tst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OK 也是分割完毕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又分割回来了 25个 如果要再合并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执行 又合并了 我们看一下 应该没问题 又all了 所以合并分割 合并分割 那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讲到的就是说 第一个 如果合并完之后 要多 把其他除了all以外的档案 把它删掉的话 四行城市 那你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更简单 目前想到的大概就是 用 always.work 给它目录 找到它里面所有档案 判断除了all以外的档案 把它录目掉 OK 分割的话 可能就是几个比较重要的 因为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其实比较重要的是find什么 find它里面的什么呢 里面的两个那个换行 然后把它的位置记下来 OK 不过这个有点复杂 这个其实 但是我记得我以前 曾经在其他城市有写过 我只是把那个逻辑带过来 好像也相同 而且更简单 像VB写过 Java也写过 可能C Sharp也写过 PHP也写过 概念都差不多 只是换一个方选名称吧 其他大体上都差不多 OK 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把那个合并完之后的其他 除了all以外的档案 把它删除 总共会有四行